其中60岁的货车司机还在加护病房观察情况危急 游览车成型女导游转到台中荣总治疗 被撞的直播主肥大叔第一时间直播现场 质疑肇事的货车司机酒驾肇事 不过警方调查两车的驾驶没有酒驾 肇事的原因要等货车驾驶清醒才能够进一步理清 无姓货车司机失去生命真相 躺在单架被紧急推进医院急诊室 一夜抢救后还在加护病房观察情况危机 游览车成型女导游第一时间受困车内被救出后 最后转往台中荣总入院意识清楚 但左脚骨折不排除可能要截肢 车祸发生货救后第一时间直播 直播主肥大叔现场直播指控货车驾驶酒驾造势 但医院跟警方调查两车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况 事发隔天有员工正常上班 直播主肥大叔聚访不愿再谈 被撞的游览车警方拖到停车场 同样撞烂的货车停在警局内 难以想象撞击力量有多大 由于没有人酒驾详细的事故原因 警方正在厘清 记者科技高 廖建祥 SNG小组报道